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白羊巴的频道 我是白人巴 Bandai的Antra Gray模型之前推出了R-478 非常之受欢迎 很适合这些不空砌模型的玩家 而它是下一只的高达模型 也都推出了 就是身后的Strike Gundam 好 那这一盒就是今集的主角Bandai Antra Gray Strike Gundam的包装 大大的Strike Gundam在这里 上面亦都联名 不需要胶水 不需要工具 不需要上色 和不需要贴纸 旁边说了它有四份件 还可以设好高达 很简单 扭一部分就安装好了 这里也展示了 虽然没有贴纸 但是眼神旁边的黑色都可以展示出来 非常厉害 旁边说了它有多么灵活色 腰和脚腕 非常之好扭 之前的R78 也是很好扭 很好玩的 这个非常之有说服力 另外一个旁边 旁边有正面和背面 整个就像H3 1-144 这样 然后我们就拆出来看看 好 这样打开之后 就可以看到一份说明书 还有四份的组件 然后我就逐一部分的拆好它 如果大家第一次看我的频道 就记得按订阅和旁边的链 就不会失去任何的资讯 那我们就先拆好它 我已经发现了 我们就先拆好它 在那里面 很不容易 我们的身分 接着 再拆好它 就会发生了 最后一开始 链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按摩 好 整隻Sky Gundam 組裝好了 先從頭部開始 頭部大家看到 橫圓度非常高 都是靚仔 哈文也很細緻 火神機關口也有 觸角也是很清晰 眼部上不用貼貼紙的黑色是哈文 因為陰影關係 都是黑色的 身體 裙甲 都是靚仔 非常之橫圓度很高 雙腿 到後面 頭部也是 都是靚仔 這些位置如果大家要求高的話 都可以上色 還有背部 背部有一個穿孔位置 讓你上位置 例如飛行裝備 炮箭模式 劍箭模式 都可以安裝 所以明書就說 你可以用HG的位置 組裝 然後到後面的裙甲 都是可以上色的 然後到腳後面 雖然非常簡單 但感覺也是很細緻的 然後到雙手 我覺得都還原度非常高 然後試一下靈活度 頭部也是 左領 右領 臥膏頭 都可以的 低頭也有腹度 到腰部 腰部可以向前 向後面 向後就不太行 如果太大來咬 因為它的包裝位就很容易掉 所以就不咬下去了 然後裙甲 裙甲這個裝把 匕首的位置 可以打得開 前面的裙甲也是可以打開的 然後到大腿的幅度 好 先打開 打開 小心 剛才所說 都很容易掉 幅度大概 都可以高的 大概可以做到這個幅度 然後向前踢 所以踢到這麼高都可以 向後就不太行 因為後面的裙甲不動 然後 膝關節 180度可以的 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小腿和大腿這個位置 都是有一個接合位置設計好的 然後到腳腕 腳腕 向前 是這樣的 向後 都可以的 幅度也挺大的 因為這裡是一個4-Joint 所以也可以這樣轉 就可以放到很多不同的姿勢 就是這樣 對 這樣也可以的 然後到手部了 手部呢 就可以360度轉 向前 向後 都可以的 向上提 就可以做到90度 再多一點就不行了 上臂呢 就可以這樣360度轉 然後手肘呢 它是單關節的 所以接合幅度 大概是135度左右 而手腕呢 可以這樣轉 看完靈活度和細節之後 就講一下其他配件 它會有一支窗和盾 但在組裝之前 就希望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好 已經收到大家的訂閱了 現在就組裝它的窗和盾 很簡單呢 就做了一支窗和盾 看看一支窗 這支窗呢 非常簡單 三個部分已經還原到原本的版本了 又到盾 盾 盾也是很簡單 這樣就已經可以重現原住的感覺了 整個造型呢 就是這麼簡單 沒有其他部分的了 那兩把軍刀呢 就第二個部件 好像是袋裝才有的 即是膠袋包裝才有的 如果盒裝就沒有了 好 組裝完之後呢 就來個總結 我覺得這支窗是非常之抵壞的 它的街價呢 好像都是四十多塊 五十塊左右 已經有膠袋了 那它大概 其實十五分鐘已經可以組裝好 真的很方便 即是對於我們這些很不得閒 經常上班工作的朋友 要組裝模型 真的很難的 那這個十五分鐘已經搞定了 其實就是非常之符合我們玩家的需要 那還有呢 它的可門度其實都挺高的 因為呢 Strike Gundam 最出名的是什麼 就是它有很多PASS 即是它有那些飛行裝備 炮擊模式 劍擊模式那些呢 也都可以組裝上去 只要你選購HG的模型呢 就可以搞定了 還有質素來講呢 真的很划算 四十多塊的定價呢 真是適合吃飯的那些玩具 而最後也都非常期待 紅二端會出ANTRA版 因為我都很喜歡二端高達的設計 當然啦 正如旅程高達呢 我都非常歡迎 希望它都會出啦 不知大家又想下一隻ANTRA grade會出哪一隻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又覺得這條影片幫到大家的話 就記得分享 讚好和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下一條影片見到你了 拜拜